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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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宁转身的这一下和他控球不敢轻一下 他实际上还是张玉宁射门之前那一下 那个前叉是谁我没看清 我是是比埃拉 对吧 那个前叉 直接已经在你这肋部插进去以后 到了你身后 接近到了你的腹地 是吧 对 这个球传和打门都有威胁 其实第一样是没传好的 对 实际上这个下有威胁 来看一看 比埃拉猪胖 闪开之后的大门打高 这个球是在中路的区域 没有能够将球打在能够范围之内 人强啊 两边人强人数很多 而且都很高 这个对比埃拉来说的话 也很难去完成失手 三多楼立马刚才应该是 面目被撞了 看他 姓鹏来到阵区里面 自己面对防守拳 倒三角 八九拳 哎呀 这是谁啊 这个球没有能够准备好 然后外脚背 再送到左边 给到李磊 李磊直接一脚传冲 但这个传统质量一般 投球解围的不是特别远 中路解围啊 对 直接一脚远射 抄去了 一脚世界波 奥斯波 奥斯托的赛季手球 这个 后卫解围啊 最忌讳的就是这样 是 这已经不叫解围了 这实际已经形成百度了 是吧 解围给这儿 不是正给对方送了一球吗 同上坤 我觉得还是有点准备不足 虽然说他手打到了球 但是这个球确实是射的质量太高了 一个对角 嗯 这个球我觉得 嗯 是不是有一个后面的动作 就是球劈下来之后 嗯 然后脚底有一个 碰出 楼盘这脚推射打得很脆 没错 比上不上比赛 那脚射门质量高得多 突然一个小中断 就大家可能在 就这一瞬间的反应慢了 是吧 对 嗯 这是谁 是吧 吹掉了 嗯 吹掉了 就这个全球数据啊 这只有在史密特那个阶段 曾经打得多了 是吧 任内校上了以后 这个全球数据 对球棒球跑得不错啊 看看接下来怎么来处理 倒三角招已经推射 结果打高了 嗯 这个球传跑射门 就是射门这 最后一个环节 稍微差了一点 嗯 但王吴明确实很冷静 包括他这个向回迂回 这个跑动启动 是吧 对 还是一个反决位 啊 找 到罗里马 结果传球出现失误 马上国安又是有反击机会 看看阿兰的位置 这次给的很好 嗯 这球该有了吧 嗯 阿兰 来面对的防守学员 过掉刘洋 左脚射门 同上坤发挥非常出色 不过还有 阿兰 这脚打门 智能不是差了一点啊 你挡着二股速度 是 上了呀 张磊刚才一看了一眼 手表 还是吹响了 比赛结束的哨音 最终这场比赛 远京中午观 是以2比0的比分 击败了